大家好,歡迎收看大快技師與小股民,我是崇慧 每年到大概六月中下旬的時候呢,就是我們的除全席的旺季啦 所以許多投資朋友就會問說,自己到底適不適合參與除全席,以及有沒有什麼樣的策略 今天節目當中,我們就邀請到非常專業的李冠青會計師來跟大家聊聊,歡迎李快 大家好 像我們其實講存股的主題,其實講了蠻多次的 那這次就在講說,好啊,那如果是我們存股的朋友 他們到底要不要參加除全席,這個判斷的標準跟策略是什麼 來請教李快 當然沒有錯啊,事實上我們這個大標題告訴大家 這個叫做00917,最近真的很齁 很新耶 對,這個剛剛存股也跟我開玩笑說,這是不是業配,這不是業配,真的 別人應該是,但我們不是業配 因為呢,其實當然這個00917,先跟大家做一個解釋 事實上這個,應該說這個00917,它本身就是在做 它本身是在投資國際的金融股 等一下有機會跟大家講到,它投資哪些股票 那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是,存股族其實應該不要去投資這樣的股票 因為我想存股族的一個投資的目的,就剛剛 陳偉提到的,我們目的是為了領股息 一個安穩的領股息方法 然後呢,又不會虧到你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本金,那是最好的方式 對不對,所以剛好當然最近 我剛剛看到,其實最近八月份的股息 有一堆叫做除息控 因為除息好處就在我們講過 就是等於是在家的被動收入 就類似,我們舉那個例子 蛋頭寫了幾首 寫了幾首周杰倫的歌 他一年在家裡聽說 新聞寫說他在家裡做著就領到100多萬的薪水 詳情請嗆我們前面幾集的節目 對啊,沒有錯啊 那當然這些存股族呢,最近當然最紅的就是這幾檔呢 應該說都是 找所謂的高配息的ETF 不管是什麼所謂的國泰永續高股息啊 國泰鼓勵精選對不對 什麼國泰 什麼富邦特選高股息 當然呢 這邊看起來我們看到 富邦特選高股息是配最誇張的 他配了1.2元 所以呢 用8月12日的收盤價計算啊 就上個禮拜來計算的話 事實上是多少 9.77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很高耶 很高啊,9.77 你現在去市場找那種正常的股票 哪有人要配到9.77的 對不對,除非公司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啊 就配了這9.77 其實呢 簡單來講 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那他的配息怎麼來的 他配息主要就是從 他的一個投資的公司裡面 配息所 配出來 然後給這個投資人的 對不對,所以你看到為什麼 大家差異這麼大 包括你看到 00878 這個大家很喜歡投資的永續高股息 他值率才多少 才1.61% 然後呢 台灣應該說 鼓勵精選30 值率才0.99% 他竟然比 國泰鼓勵精選30 這個什麼 他的一個值率還高了9倍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事實上 國泰鼓勵精選30 其實比較值得投資的 一檔ETF 對不對 原因就在於怎麼樣 因為富邦特選高股息 最近很多人出來罵他們 因為其實 他們這個怎麼樣 你看他績笑 事實上你去看到 今年以來 這是今年以來 加權股價指數 跟這幾檔ETF比較 我們看到其實 不管是0056 或是00878 都是市場裡面 非常熱門火紅的ETF 你看到其實 加權指數跌了16%左右 對不對 但是0056 他是怎麼樣 他是跌12% 所以他跌幅是比較小一點 然後00878 跌幅更小一點 怎麼樣 他跌幅只有9.32% 但是這一檔00900 你看配了1.2元 配了這麼高的一個股息的 這一檔ETF 他的跌幅是多少 19.69% 比加權指數跌的還多 理由是為什麼 事實上我想我從 禁收看裡面找到這些理由 這些理由 我想這很有意思 除了包括我們看到 當然這新聞上 就有提到過嘛 對不對 提到說我看這些 這些怎麼樣 他一次喔 這個一次呢 他去增 增三的一個成分股 他一年要玩三次 他一次的增三成分股 竟然30檔裡面 砍了27檔 對啊 只留三檔 對啊這個東西好像 真的跟散戶的做法 沒什麼兩樣 他拿到一個選股的一個邏輯 我們先跟大家講 就是在於說 他去選說接下來一季 會配出高股息的公司 所以呢他一換 他換掉的股票呢 多半都是配完息的 然後呢 等到配完期間就換掉 配完期間就換掉 結果就會出現一些 很大的一些 很大的一些失誤 我們就舉這個例子 對不對 這個你看到 第一檔的這個例子 就是瑞儀嘛 瑞儀呢 剛好啊 當然我只能說他運氣真的很差 因為今年7月初我記得沒錯 那時候風聲鶴唳 那個時候台積電433元 很多人想砍股票 那他不是因為這樣子 他是因為 剛好時間到了他要砍股票 瑞儀剛好砍在哪裡 瑞儀剛好砍在今年7月初的低點 砍完之後瑞儀就上來了 哇 就那個低點嗎 對 所以他其實如果好好的 00900號的投資瑞儀 他把它抱住的話 事實上呢 當然你看到 對不對 後面這一段他賺得到 但是他沒有 他砍到最低點 他砍到最低點 另外一檔也是很慘 也是很扯 因為我覺得真的是 很可能是這個運氣比較差 可能八字 八字比較差 可能要去找這詹維中 改一下命 改一下運 你看到 這個也是一樣 1417的巨陽 4月21日納入 我們看到4月21日 當時在相對高點 對不對 然後呢 7月份賣掉 就是頭戲賣出的部分 對不對 剛好又賣到相對的低點 他一賣完之後巨陽也上了 這就告訴你為什麼 加權指數報酬率 今年以來是跌了16% 但是他這一檔00900 是跌19% 那他拿1.2來配給你 你還覺得好開心 對不對 但事實上怎麼樣 我們剛剛講的嘛 羊毛出在羊身上 事實上呢 配1.2給你 但他績效特別差 老實說你根本賺不到這些錢 所以你看到這種情況 我們看到其實 靖州看裡面他就有調查到 但這東西應該是他去問富邦投信的 為什麼會被人家罵 就是因為 其實00900 他就打著1年配息4次 哇很開心啊 對不對 1年配息4次 你每一季都有錢領 看起來是很開心沒錯 但是呢 你要注意到是什麼 他說其實這一次會配最多 因為呢 從這個 應該說接下來11月跟明年2月跟5月啊 會低很多 因為這一次配息的最多股票嘛 你看到剛剛這個瑞宜 還有包括像這個巨陽 他都是配完息 尤其是瑞宜部分 對不對 但接下來三次 他們不會配那麼多 然後呢 00900 他靠的是高週轉 一年他週轉三次啊 一年週轉三次 來換現金股力 那富邦投信還敢跟你解釋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了對不對 這些人真的是臉皮真的很厚 他告訴你說 這個高股息的股票很多啊 00900 考量的個股的除息日 還有提高指數成分股的參與次數之下 會衍生出最高一點交易成本 說真的你在投資 如果你是存股族 你看到高交易成本的話 你應該就要跟他說No了 對不對 誰叫你去買這種股 這種ETF 你自己要高交易成本 而且他說全年的交易成本 用每年調整三次來估計啊 他說每次平均成本股調整百分之 百分之七十 你看上一次三十檔 二十七檔 換二十七 不是七十是九十 就這樣調法 你的相關費用是落在百分之1.4到百分之1.5 這也難怪啊 你績效輸人也是沒有那個 對啊沒有辦法的嘛 而且你看到 其實都被這些手續費 都被手續費給賺走 那到底是不是富邦投信賺走 這我就不知道 然後他有提到說 為什麼績效落後 他說績效落後不是我的錯 ETF是一籃子股票組成的 對不對 會不會填息 只說被上來來評估啊 那我們剛好運氣不好嘛 還沒有填息就被刪除 這不是直接關聯耶 我們不是故意的 結果咧 你看搞了半天 重點就是為什麼 績效很差 你還在那邊投資 而且呢大家 搞不清楚狀況 以為說每一季配息的話 以為說每一季配息就是好事 但是我覺得這 說真的這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盲點 對 哇所以那個00900 這個呢看起來 對有些存股主會覺得說 哇好像每季都可以 有啊剛剛存股就覺得很開心 看到殖比百分之九點幾 其實他的成本都隱藏在裡面 所以其實拿自己的錢 來補給自己 所以不用多開心啊 真的 不過剛剛講到 我們這次的標題是什麼 00917耶 所以呢到底現在這個 李宽建議如何 這個是非常新的 很多網紅很多的這個 這個投資應該網紅素人 應該都領了不少業配啊 其實就像之前什麼中信 中信有一個ETF 是做中國大陸的高配息啊 那ETF哇塞 什麼存股達人什麼 全部都幫你業配 但是我說真的 我們這一集不是業配 所以我們用最公正客觀的方式來講 對不對 當然呢你看到 00917的全名叫做 中信特選金融ETF基金啊 事實上他全名更長了一點 只是簡寫成這個樣子 他募集時間是上個星期的 8月10日到12日 那他打出的標題是 你可以用15塊錢 就是說一萬五啊 因為就是一千股嘛 一萬五千元 你可以投資國際的金融股 為什麼 他所追蹤的指數叫做ICR 這個什麼Factset的一個 特選金融級指數的數據指數 對不對 當然呢我們看到 他指數基點 他開始計算是2016年7月22日 所以也有人去質疑說 你的計算日期才不過幾年 2016 171819 對不對 2067年之間 你沒有經過上一次的 這個金融海嘯 這有人這樣質疑啦 不過老實說我覺得 這是沒什麼差異啦 對不對 這個會出現像2008年 那麼嚴重的情況 應該也不會出現的 那他指數成分呢 事實上他一年調整四次 不過這倒是不用擔心 這個四次的調整 為什麼因為 事實上他所選的股票都很大 只是說 當然四次調整 還是有交易費用的一個問題啊 他指數成分有50檔 所以你說以分散來講的話 他絕對比00900那種 30檔還要分散很多 然後我們看到其實 我們看到下一頁 對不對 他追蹤的指數其實老實說 他追蹤的這些公司 我是覺得都真的很厲害喔 對不對 當然下面這個是ICE Factset的一個 這個金融指數 我們剛剛講的 從2016年計到現在 他說大概 這個報酬率 好像不是報酬率呢 事實上也不知道 是不是怎麼比出來的 反正呢 紅的 紅的跟黑的啦 紅的跟另外一個顏色 反正看起來是也差沒有 差沒有多少 但是告訴你感覺到怎麼樣 他是漲的 對不對 我們就看到他是漲的 他往上走嘛 那這一波下來他還是跟著往下走 那主要他追蹤的是什麼 他買的一些 這50檔成分股裡面買什麼 他買交易所 他買資產管理公司 他買銀行跟證券商 他買金融數據分析公司 等等這種 所謂的一個四大類的部分 所以 老實說這些公司啊 除了銀行跟證券商 台灣比較買得到之外 我們其他地方呢 我們說真的 台灣真的沒有交易 所以如果 你著重於它的獨特性的話 你真的是買這個OK的 但你看台灣我們沒有 我們台灣買不到 台灣證券交易所 但是呢他這裡面呢買得到交易所 我們看到這裡面他也看到 他的一些掛牌的交易所 他其實他還蠻分散的喔 他有33檔掛在美國 因為美國是最大市場 那其他部分 什麼英國啦 英國 香港 法國 德國 他都有掛牌 對不對 那主要呢我們看到 他還是主要著重在所謂的一個 這個銀行跟證券商 他又佔了超過50 交易所16.9% 然後金融數據分析呢 佔了17.1% 然後呢 資產管理公司佔15.7% 等一下就會跟大家講到 到底他投資哪些資產管理公司 不過說真的啦 我還是要質疑這些公司 就是說真的 他們的一個beta值還算是 都還算是蠻大的喔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你買了這個00917 你就是坐在家裡 翹著二郎腿準備領袭 都不是這麼一回事 你還是要關心一下 國際的經濟狀況 那另外他說他聚焦的是 四大巨破 我們剛剛講到的交易所嘛 對不對 資產管理的金融數據 還有包括這個 銀行的一個銀行券商 銀行券商 銀行跟券商 這個東西是佔的 佔的是最多 然後也包括其實這個 我們看到一些 下一頁你看到 交易所真的很多啊 這台灣買不到的 什麼洲際交易所 納斯達克交易所 泛歐交易所 香港交易所 這個交易所 我們台灣還真的買不到 對不對 資產管理他可以 他幫你買什麼 他去買貝萊德 去買黑石 去買東方匯理 去買施羅德 對不對 然後呢 包括了這個金融數據 他去買什麼 MSCI 我們都只有聽到MSCI 哇調整指數什麼等等 事實上 他也是一家公司 他們去買MSCI 對不對 他們去買什麼 買標準普爾 S&P 對不對 這還是要前十大成分股 他們也去買什麼 所謂的Morning Star 他每次在給人家平等 對不對 他只要一降平等 人家股價跌了 跟什麼一樣的 然後呢 包括銀行券商裡面 買什麼摩根大通 富國銀行 花旗銀行 美國銀行 對不對 中國大陸的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包括建設銀行等等的 當然 他買的東西老實說 台灣很多都買不到 我們剛剛講 交易所買不到 對不對 我們買不到資產管理公司 台灣也沒有 寧願聽過元大投信上市 也沒有 對不對 國大投信也沒有上市 所以呢 你要買這些比較特殊種類的 老實說 00917或許是一個值得選擇 那另外下一頁 這個所謂的什麼 經典 多空 什麼 不敗跨越多空考驗 這就見仁見智 他把它拿來跟這個 所謂的一個 這些指數來比一比 好像看起來都還 看起來都還不錯 因為剛剛是這麼 ICE 對不對 ICE的這個fake set的一個東西 長得就是這樣 長得一路再往上走 什麼跟這個所謂的一個 跟所謂的一個 應該費得的這個 升息 升息降息什麼比一比 好像都他贏啦 不過說真的 這種東西 我們就參考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這些東西老實說 這不是我自己畫出來的喔 這是中信投信的公開說明書裡面寫的 我們只是 原封不動把它抄下來 我們也沒有跟他多做一些新的圖 因為我看很多網紅圖 都做得到漂亮的 對不對 不用了 我們沒有收錢 我們不用業配 我們直接從裡面 其實他們本身圖就做得很漂亮 幫中信投信稱讚一下 有些人改了半天 改得更醜 不知道什麼意思啊 我搞不懂 對不對 然後指數有一些 篩選上的一個原則啊 你看到 他說怎麼樣 國家交易所 他就選擇什麼 像是英國啦 美國啦 德國法國 還有包括香港等五個國家裡面 他選了十個交易所 所以他不是只有投資 港交所 不是只有投資這個 不是有投資 納斯達克交易所 他選了十個交易所 對不對 產業類別裡面 他說他選說 他選的一些產業類別 包括什麼相關金融行業 什麼等等的 我們剛剛講到 一直不斷在重複 他是有四種產業類別 包括交易所 資產管理公司 銀行及券商 還有包括金融數據 及分析公司 對不對 然後流動性篩選 你都放心好了 這些公司都很大間 應該都比台灣 任何一家銀行都還大間 因為 他說這種市值 要求要達到 五十億美元以上 而且呢 過去三個月的一個 成交的一個均值 要達什麼 兩百萬美元以上 所以說 你不用擔心 他說他一年換股三次四次 對不對 你不用擔心說他換股的時候 影響了股價走勢 因為他真的是 很大支的一個股票 然後呢 他有提到 他成分股的一些篩選的部分 他說用總市值的一個排序來說 然後按自由流通的一個市值來加選 如果不到五十檔的話 再用其他的方式去補足五十檔 大概 大概就如此 事實上簡單的講就是說 他可以投資到 很多我們台灣投資不到的 但是呢 這些公司 等一下我一列完 你可能就知道 為什麼我並不認為說適合每個人 我們來看下一頁 下一頁 這個他的十大成分股 這很 很漂亮啊對不對 摩根大通銀行 美國銀行 對不對 標準普爾 貝萊德復國銀行 建設銀行 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集團 就是CME Group 然後包括什麼 黑石公司 匯豐控股跟香港 港交所 其中最大的一個佔比的是什麼 摩根大通銀行 佔比是高達9.25% 那這是前十大的交易裡面呢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講說 你要注意到 因為很多人不會注意到說 這個所謂的Beta值是多少 我想呢 我們下一頁跟大家講了 其實Beta值很有意思啊 那有興趣再跟大家了解Beta值 我這邊就不再多做說明了 對不對 有興趣去看 我們的第八集 第八集剛好談到 所謂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我們剛好在 講到 第八集我沒有記錯的話 講到這個達里歐 達里歐呢 他 他在這個 他在6月份的時候 他佈空歐股佈空了107億歐元 當然現在會變什麼樣的狀況 我個人認為是被尬了啦 他不會承認嘛 新聞就不寫了嘛 對不對 那當時我們提到 其實達里歐的基金叫什麼 叫做什麼 他叫做 他的基金為什麼 他們都是什麼 叫什麼 他們基金為什麼都叫Alpha 對不對 因為它Alpha是不會變的 應該說Alpha是本身自己厲害的部分 那Beta是什麼 Beta這部分呢 我們看到 所謂的一個Beta 我們剛剛說達里歐叫Pure Alpha 對不對他就厲害 他Alpha很厲害啊 我就是我自己投資很厲害 但是呢Beta這部分是什麼 指的是叫做市場收益 市場好我賺的多 市場不好我賺的少 對不對 市場很慘的時候 我就賠錢 喔 所以李快你剛剛講說 剛剛那個00917 它其實Beta值是 它波動是很大的 對我們就 把它列在旁邊了 我們看到對不對 它的Beta值 這個Beta都是五年 五年的每個月Beta值 平均下來你看到 摩根大通銀行是1.1耶 對不對 美國銀行是1.4 標準圖和全球是1.04 貝萊德公司是1.26 對不對 富國銀行1.18 比較低的包括建設銀行0.6 然後這個什麼 0.6 CME0.4 黑石公司是1.44 匯分控股他寫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查沒有 對不對然後呢 港交手是0.74 我這邊幫大家查一下 其實我很喜歡舉一檔股票為例子 叫玉山金 玉山金的五年Beta值呢 我這邊幫他查出來是0.41 那我剛剛講說 Beta值0.41的好處在於說 他不會跟著大盤動那麼兇 對可能就比較安全的做法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的前十大成分股 他前十大成分股 你隨便 你隨便算一算啦 事實上他幾乎Beta值是1 所以大概呢 這十大成分股裡面 他大概就跟著大盤在跑 就跟著全球的股市在跑 老實說這跟著全球股市在跑的話 他就並不是什麼樣好的存股標的 但是我們剛剛講到 我們不是要說 不是說因為我們不是業配 我們就一竿子打扮一傳人 但是你如果要投資港交所 投資CME Group 對不對 投資CME集團的話 你唯一的方法 你如果說我只有1萬5 你只能投資這個嘛 對不對 因為下個禮拜 因為沒錯的話 他8月26日正式掛牌 ETF掛牌你就可以直接 營業員下單00917了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追求跟市場報酬相仿的 然後怎麼樣 你適合呢 想投資啊 海外金融股的小額投資人 對他裡面其實是國際級的金融股 綜合在一起 的確沒有錯啊 那你如果是大額投資人 我直接下單 買港交所 買這個 買SP 買SMP 這個SP全球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 透過這種00917 因為00917 他還是要賺你手續費嘛 一年換股四次 對不對 那不適合 我們剛剛講的 重點在這裡了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真的誤會 因為很多我自己的朋友來問我 欸 是不是可以買00917 那這些朋友都是上班族 在做存股的 那我跟他講說真的不適合 因為呢 你是因為你 你以為金融股波動較低 但不是啊 我們剛剛給大家列出來看到 他所列到的第一大成分股 叫做摩根大通 β值是1.1 我們台灣的這個 我們台灣的玉山金 β值才0.4啊 這差異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其實這並不是適合說 每個人投資 我是跟大家列出來 對不對 列出來不適合每個人投資 所以如果說你看到 我們剛剛講的 你如果是適合的人 00917一掛牌 對不對 沒有機會買到15塊的嘛 對不對 掛牌後順便13塊 就不一定啦 但現在全世界股市又 景氣又恢復了 所以呢 可能比較高一點 你可能可以買來投資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 如果你是不適合的 事實上我這邊有幾個建議啊 事實上 你要找一些比較低波動的 事實上投資朋友 可以用Google就知道 你去Google低波動ETF 多半而言 都是跳出來下面這幾檔股票 這幾檔ETF 對不對 一個叫什麼 元大台灣高股息低波動 他名字裡面就有低波動 沒有錯 大家不要忘記了 我們剛剛記不記得 這個加權指數 今年以來到上個禮拜為止 跌了16%年級 對不對 這家低波動 你看多厲害 他今年以來才跌3.35% 哇 所以 老實說他選股 他選股還真的是選低波動 低波動就是跟這個 跟大韓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一個波動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你選這種公司來做存股 對不對 我認為是對的 對不對 這絕對會比 這絕對會比00917 這應該說比較不那麼刺激 對不對 另外一檔叫什麼 剛剛我們提到過的 國泰古力精選30 改過名字 對0.701 它舊名叫什麼 叫做國泰台灣低波動 那說真的啦 很多人就會想 我叫低波動我就不想買 現在只要聽到鼓力 每個人都很興奮 可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 對不對 其實今年台股就知道了 有一些配息配到很誇張的股票 對不對 跌到這個灰頭土臉了啦 所以呢 股力真的不是考慮方法 這個績效才是考慮的範圍 那我們看到 這個所謂的00701 它今年為止 它跌了百分之0點 才跌了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6.38 跌得夠低了吧 那另外一檔呢 就是這個FH是富華發的 我先跟大家附註 這檔不叫做富華台灣好收益 因為你看到收益就很開心 這不是這樣子 這檔叫做FH 富時台灣高級低波 當然選股的是富時集團 FTSE的集團 這個你看到 這今年以來 這應該沒有印錯 這個台灣好收益 今年以來的報酬率是多少 是正的0.42 真的好厲害喔 這個我是沒有時間 跟大家多看它的持股是什麼 但是 如果同樣是富華發行的 對不對 富華當時的台灣好收益 它還請了很多網紅廣告 我們不要講是哪個網紅啊 對不對 這個上去講的 這個講到口水都噴出來了 然後呢 富華台灣好收益喔 今年報酬率多少 是百分之負的36 所以呢當然簡單 有跟大家講 事實上我們 包括純股 包括整個ETF的一個投資 事實上老實說 並不是什麼都可以買 我想今年你就看到了 其實大盤在漲的時候 說真的啦 大盤在漲的時候 你只要懂得買股票就好了嘛 對不對 你買什麼股票哪有不會漲的 大盤在跌的時候 是會連什麼連台塑南亞都可以跌到 跌到什麼 跌到讓你不敢相信 對不對 所以呢當然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最後一頁 事實上呢 存股族也一樣可以參考我們 第三集跟第九集的一個內容部分 這邊我們就不再多講了 事實上我們講了非常多 當時告訴大家能夠存什麼金融股 什麼金融股不能存的 大家記不記得 我告訴大家 國泰跟富邦真的不要去玩 結果沒想到出事的是什麼 出事的竟然是潤太新跟潤泰權 對不對 不過潤太新潤泰權 老實說 對不對你要知道 他投資南山人獸你還敢買嗎 然後呢我們看到這個 存股族該怎麼辦的 這個什麼 第九集 我們當時跟大家講到的 事實上 我們講到達里歐 我們講到這個達里歐 那叫Pure Alpha很厲害 今年上半年 他的績效是傲勢群倫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第三季應該就很慘了 對不對 當然存股族呢 我也建議投資朋友可以參考 我們這個第三集跟第九集內容 我們這邊都不多講了 其實我想呢當然呢 這一些操作上面的一些東西 我想包括買ETF或 買什麼樣的ETF 事實上呢我們在過去的一個節目當中 我們都做出相當詳盡的一個解釋 哇我覺得今天這集 李快講的非常大的重點 就是其實商品本身是中性的 但是呢應該說我們這一集的主題是 存股族 存股族你在看到 哇新的ETF上市的時候呢 不要覺得說哇一股腦就馬上 你不要覺得說一萬股可以買這些公司 你就好開心 但是你是陷入更大的風險之中 對其實有適合存股族的 跟其實適合買009一些 就是產品本身是中性的 所以應該是投資人要透過這個 充足的資訊評估說 現在自己到底適合買什麼 然後呢有什麼樣的能力 做什麼樣的配置這樣 所以呢其實00917 哇下禮拜就要上了 所以如果適合你發現 自己是適合買其實還是可以買 但如果你是想存股的 而且呢想要走穩健配息 低波動 其實剛剛李快有建議大家幾檔 可以做參考 的確沒錯 是不是前面集都有幫大家做功課做複習 好啦所以呢平常時候每天 下午兩點鐘可以呢 上YouTube跟我們的李快 會計師之股市第一線上線互動囉 李快會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分析 最近的一些產業趨勢啊情勢 那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們李快的 LINE AT裡頭 股市第一線李快清快遞師 AT GOOD777加入裡頭 就可以直接呢 詢問問題跟我們李快來做討論 好啦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也歡迎在節目下方 按讚留言加開啟小鈴鐺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或想聽的主題 歡迎大家留言好嗎 大快遞事與小股民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